登記第三號 無董事 嘉義氏市長 郝孫林 黃紹聰在離合再去四點不幸貴心 按照講一任完選舉不必發規定 郝孫林在登記後 到投票率正前希望 就要停止辦理選舉 嘉義氏選委會也已經收到加速通緝 目前中央選舉委員會 還在討論嘉義市長 選舉嚴棄的事 民進黨 韓國民黨 嘉義市長 郝孫林 也作出回應 對於候選人 黃紹聰先生 發生這個 他的過世 發生這件不幸的事情 我們深表不捨於遺憾 也請家屬要多節哀 多保重 那當然這後續的相關的選舉 就依照相關的選拔法的規定 或者中選會 或者選委會的規定來進行 郝邊董嘉義市長 郝孫林 郝孫林 表示遺憾 後續的選舉規定 就按照 郝孫林 完選舉也不用法來進行 民進黨 嘉義市市長 郝孫林 郁孫義 也對家屬表示哀悼 雖然中選舉辦選舉 會對經費作成負擔 不過一切 都尊重中選會的規定 我剛才在 沿街掃接 掃接拜票的時候 我聽到這個消息 那當然我們感到非常遺憾 也在這裡利用這個機會 跟家屬表示哀悼 當然 如果這個情形發生 全部要重來的話 對我來講 當然是經費經費要重新花很多錢 那這個當然是一則負擔 但是我們還是尊重 中選會跟家屬宣威的相關規定來辦 經紀了解 黃紹聰因為身體不爽快的都在家 尚起家居 幾度到便宜前就已經失望 黃紹聰自將定期參選 到投籤都沒有現身 現在團出過新的消息 是讓人家意外 家居指定選舉 是不是可以掛在11月26來基盤 中央選舉委員會 經紀交開會議來討論 日後會中心講過 選舉的日子 記者就輸送 蔡宏博德